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劍院征啟程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要帶給大家的內容就是 最新版本的全種族心願清單 畢竟隨著新賽季的開放 以及有幾隻角色進入大眾石 所以今天就想說來幫大家更新一下資料 順便分享一組超讚的現實禮包嘛 不過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了吧我們在冒險的起點等你 還記得當初與可愛的麥芬相遇的那一刻嗎 還記得跟旅團成員們熬夜打BOSS的日子嗎 還記得將麥樂獸飼養到進化的成就感嗎 真的真的好想再重新體驗一次那段時光 於是麥芬全新伺服器事前預約開啟了 來吧重來你的冒險之心 找回黃金樹下的接班好友 重新選擇你的本命職業再次出發 與熟悉的BOSS來場懷念的戰鬥 想更順暢的玩賣分沒有問題 預約欣服就抽iPhone16 Pro 所有的冒險裝備都幫你準備好了 2024回歸賣分最好的時刻就是現在 前往新伺服器 開啟你的第二賣分人生吧 OK 那禮包碼的部分由於期限直到10月3號 所以請各位先點擊右下角這裡 進來之後選擇齒輪 切換到服務 就可以看到兌換碼 輸入FYBFEBHSNK 那我一樣會放到這裡留意區 方便大家複製貼上 好首先是滿血部落 這個種族金卡的部分 阿勳一定是直接拉到滿的 沒話說 對於獅子只要拿個一隻就好 重點當曼卡拉開放之後 這隻角色的泛用度極高 不用懷疑直接上到巔峰家就對了 至於阿勳跟曼卡拉都滿的話 狼人會比較好搭配曼卡拉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狼人大於穿三甲這樣 而犀牛則是極限推圖使用 搭配我前幾天介紹的綠奶隊 效果非常優秀 因此這三隻都可以成為後面的心願 去看你們自己的走向即可 但基本上確定之後 就是直接上到巔峰家這樣 至於紫卡的部分 阿德跟卡卡依然是最優先級別 而暴女除非運氣真的太差 不然培養到傳說家就OK了 接下來才是熊男跟黑豹 尤其熊男在打PVE的效果相當不錯 接著綠玉這邊心願清單的選擇 當五月開放之後 他的重要程度會大於哀龍 畢竟這隻角色真的太強 尤其是刷分關卡 目前出場率基本上是100% 盡早拉滿對於資源的累積來說幫助很大 最清單的部分建議選擇 埃龍加五月 直到兩隻都巔峰家之後 才改成 蘿拉貝爾加伊溫 上到巔峰家 但如果想在PVP中針對五月的話 那鳥人的順位可以往前 而且在災惡中的強度不錯 至於紫卡的部分 老羊跟樹人這兩隻都是綠血體系的核心 缺一不可 依然是最優先級別 尤其樹人的獲取管道極少 直到兩隻都巔峰家之後 想要拼迷夢的話 回歸一放雷米亞 他是目前特定關卡的刷分重點 而小羊雖然也能在PVE模式上場 但整體來說還是比較偏打架 所以順序就見仁見智 接下來耀光帝國 在新賽季羅萬的重要程度會上升許多 基本上會站穩一個位置直到巔峰家 至於另外一位選擇 薇拉或特米西亞其實都OK 薇拉的強勢點在於 世界BOSS的後期刷分以及PVE打架 而特米西亞則是 迷夢特定BOSS以及災惡好用 而且也可以配合綠血綠奶推圖 就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挑選即可 至於紫卡的部分 首選依然是 梅瑞特加柯林直接養到巔峰家 接下來才換火法 至於次選拿光盾或飛都OK 這些主要都是災惡使用 除了亡靈劍竹金卡的部分 虎王跟雪女依然是首選 可以直接放到巔峰家 至於新手平民玩家 前期可以把雪女換成薇斯亞 但記住配上到神話家就好 接下來次選是柳伯米爾 他其實一直都很強 不論是PVE還是PVP都能上場 只是因為前幾隻太重要 所以才沒有成為首選 至於墓碑就是打加特化 最後再培養即可 至於紫卡的部分 依然是把希爾維娜跟維波里安放到滿就好 才換剩下的兩隻 接下來史詩招募的部分 各位可以直接照抄就好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畫面中這些角色 至於第二批人選擇是 羅萬、雪女、女騎、瑋拉、老師 反正就是依照種族建議的 去挑適合自己的選擇就好 重點盡量選擇無法兌換的 然後新手玩家記得盡早拿荊棘、獅子、老師 至於練度就照剛剛建議的即可 那以上這些內容 就算你是剛入坑的玩家也適用 希望這部影片有幫上你們 如果還想看什麼內容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TTAG哥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 在這邊的影片見,讓我 그랬 Frankie 在這裡面想看 在這裡面的紙 他就是一個比較好 並且剛好 再試一下 我們下部影片 在這裡面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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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